字幕提供 好 各位同學 那在聽完前面的課程敘述之後 接下來就來進行我們的第二單元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學生的席座練習 那透過這樣子練習 我相信各位同學會更清楚也知道 這個單元在講的重點是什麼 那主要的重點是 創新跟創新的差異在哪 那我希望各位同學在練習的時候 可以好好的去吸收跟把你所知道的去釋放出來 OK